大家好,那我们这一刻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保存 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做这个拍照啊 这个等等这类图片三原色等等这类的一个应用功能的时候 我们也涉及到一些简单的图片保存方式 那我们图片真正一个图片完整图片保存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那我们这一刻来就来全面的深刻的来研究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安卓当中图片保存 那我们在之前接触的这个图片保存一般都是保存的呢 这个SD卡获取的方式保存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是有哪些场景呢 那之前我们接触只是一些小人员 我给大家提到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一个一种做法 那我们这一刻来看一下这个好几种做法到底是有哪些 我们以及我们今后在其他的项目当中在去设计的图片的时候 大家就会方式就会灵活很多 也不至于说我这一种方式在别的项目你用不好的话 你只要查起来也比较麻烦 这最基本的方式我们应该也要掌握 好不多说我们就开始看我们今天的功能 好第一个要认识的就是bitmap的创建 bitmap创建一般这些大量的一些功能也看到了 就是create直接create 里面参数呢就是这有9种吧大概 9种方式根据不同的方式传递 你看第一个传递直接可以放出一个别的图片 它会创建一个新的图片 第二种就是放一个图片 然后偏移量加上宽高 它也会创建一个这类的 还有第二种创建的就是图片创建方式 就是说利用这个bitmap function 就是bitmap工厂来创建 创建方式有什么呢 它是decode bat 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拍照时候 我用的是bat 然后decodefile就是传个路径 file这个descriptor 然后resource 你看这都流 根据它的流 还有它的资源ind 还有从这个系统空间键当中直接获取 获取这个我当中之前也使用的比较偏盘 大家也看到 这个应该是最常见的 还有第四种就是从网络当中获取 网络当中就给你一个pitch的uril 这时候你去获取流 获取流 然后获取到之后 然后i5流 然后decode stream 转码得到一个bitmap 好第五个是从系统相册当中获取 系统相册当中获取 这个应该也是最常见的吧 一种做法 好 那我们就是说 图片的创建 这五种方式 那好 那最后第二点 我们看一下这的图片的保存 就是保存 第一种保存方式 就是我们之前说 你有一个file 和file outube stream 然后bitmap commit压缩一下 就保存 自动保存进去 那不会需要判空 第二步就是保存到系统相册 系统相册 这个之间 大家也没给大家讲 然后这相册 因为相册 是咱们自己创建相册 所以说 咱们自己的相册 是在SD卡目录当中定义了一个 然后这个手机系统应用 当中的相册 它是在这个固定的目录 它是在这个 SD卡当中有一个 DCIM 底下有camera 它这个目录下 它是采放的是它的图片 所以说系统相册 它其实的路径跟咱们 大致也相似 只是在不同目录下 好 大家认识的这个 我们来用代码来区分 来感受一下这个图片 好 这是我定义两个布局 就是本地图片和网络图片 两个button也去获取 然后展示在分别 展示在这两个vev上 好 那好 那我们从这个 本地图片先开始讲吧 比如说 这边 set on click 先获取本地的 好 那我定义一个方法 想 发挥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bitmap fetch local local bitmap 好 获取本地 那我就是说 第一种方式 最最简单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种方式应该 是最常见的 啊 啊 drapper点 好 这种方式 前面再来个get resource 因为它是系统资源的 然后得到一个什么呢 bitmap 这是最常见的就是最常见的方式 然后得到图片之后 这就不用再返回了 然后我们要保存起来 是不是要保存成功 指定到我们固定的目录下 比如说 导演报 有一个fail 好 这fail 这个路径呢 就是我们 比如说 我指定的是 它这 加上 时间 加上 webp 点webp 好 这是我指定的 这个路径 加个tackage 然后 下面我再去给它 定义一个什么呢 它还要一个 failoutube stream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吧 然后它要的是这个bitmap.coverage failoutube stream 是不是 然后 是不是得关流 close 这是不是就已经存放进去了 最后我把这个 local fill 显示一下 set 是不是bitmap 这是我本地的 这种方式应该是一种 那好 那这种方式既然是一种 那还有一种方式 是不是 我刚才给大家说了 保存到系统相册 好 failoutube switch local local picture tool gallery 保存到相册 取本地图片 保存到相册 那好 那这种 取这个图片方式 不用多说 还是这种方式 好 那紧接着 下面这一步就关键了 刚才说的 midiplear midiplear什么的 img img 这边取的是 midiplear store 然后 点 midiplear 然后 里面 有一个什么 insert 然后 第一步 get resolver contain reserver 然后 这边取的是这个bitmap 后面 这两个参数 不用管 这两个参数 全部传都无效 然后 这就是已经插入进去了 它得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得到是一个地址 这是一个地址 好 这已经插入的系统相册了 就是说 保存 本地图片到 系统相册 好 保存到系统相册 那这个时候 那我们紧接着 是不是 从系统相册 取出图片 取的时候 怎么取呢 还是 get resolver get resolver.r open open UI 大家可以看到 parser 这个地址 这个地址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pars 它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不需要一个tackage 它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好 这IO流 IO流刚才说了 我们bitmap创建的方式 是不是有一个functree decode to stream 然后把这个流放进去 然后我这个local.rv可以设置了吧 设置币 然后把这个流是不是要close关闭 这样的话 是不是要从系统相册 保存和这个读取一个流程 就完成了 好 这是我本地的 我们先看第一种 第一种 好 运行一下 看它是不是成功 这种方式应该 不用多说 我们保存成功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进到相册里面 去看见它 如果它有的话 表示这手已经成功了吧 然后这个第二种 这个系统相册 我们是不是要进系统相册的时候 才能看得见 好 把这个方式 我们先写到这 也就是说 这种图片 其实创建的方式呢 有好多种 好多种 你看它这创建方式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图片保存 获取应用 这种取的是本地的吧 看它已经有了吧 我们来到相册里面看一下 OK 这是之前的三章 这是我们刚才的 我们为了骑证它 我们把它删除掉 好 删除 应该增加一个一键删除功能 是不是啊 这需要大家自己去完善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有了吧 这就代表是我们这个吧 好 呃 我们先先把这个 这个放开 然后 打开这个 然后看一下这个方法是干嘛 就是从像 保存本地图片到相册 然后从相册再取出来 显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相册 好 这运行好了 好 这有了 有了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来到系统相册 好 那我们来到相册 好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件有了 所以说啊 这个 他这个方式是不是也是OK的 好 那我们既然这个本地都OK了 那我们紧接着是不是要 开始要 获取这个网络的 网络的方式 好 网络 我看一下网络这个图片 他这个 比较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好 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这是 Net 好 这时候 里面 既然是网络的 是不是得 拥有一个现场 因为他不能在主线程 进行网络的操作 是不是 好 涉及到网络 首先第一步 你要 有一个概念 就马上来到这个manifest 注册一个网络权限 不能 遗漏 这个 是不是 用一个网络权限 网络权限吧 不然的话 你就会 请求的 就会有问题吧 好 然后 你在这一块 打个tricatch 因为设计的网络 有可能会出现 一些莫名其妙的 一些错误 你肯定不能让他崩 好 是不是定义 一个URL URL 这个PASS地址呢 我这一块 是不是写了一个网络地址 是http的网络地址 好 我把这个地址 放在这 然后 我这一块 是不是要得到 http url connection hgp url connection 这个是从这个 url 获取的吧 点 点 open 打开他的流 打开他的链接吧 然后 打开他的链接 打开他的链接 我把这个放大 打开他的链接之后 就是说 设置他的超时时间 我这块 就比如说 我给他设置个set connect 超时时间 设置个20秒 20秒 是吧 然后 我判断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 他的get response code 不等于 200的话 表示他是不是失败了 失败了 失败的话 是不是先retend 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请求失败 否则的话我再继续 继续的话 我这边是不是要从这个当中 去得到它的一个什么呢 得到它的一个 爱无流吧 输入流吧 好 得到这个输入流之后 那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可以把 直接转成bitmap 显示在 这个界面上 或者直接保存吧 那我们把它 用一个bitmap 好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得定义一个handler 定义一个handler吧 因为 所以我得需要 主界面操作的话 是必须得要handler looper getmins new callback 这种写法 handler一定要这种写法 不然的话 发handler 就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好 我们在这边 是为了new一个message 然后 然后 它对象参数 是不是一个bitmap 传递也是这个消息 就是我们这个消息 好 那从这边得到的是一个bitmap message message obg 先强转一下吧 如果这个bit不等于now 代表它已经过来了吧 不等于now过来的话 这个时候 network.set 是不是可以设置上 ok 那这就表示我们这个网络请求 也就是这样就结束了 好 放在网络请求的地方 好 这个时候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 以最终从网络上得到的 也是一个请求流 所以说 这个图片呢 我们要一定要认识它 不要惧怕 遇到图片 千万不要怕 因为这个应用 这个项目 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功能 主要针对是安卓当中 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 最基本的一些 自定义空间当中 图片所涉及到一些 做法和原理 所以说 你把我之前 讲的这所有课程的内容 你要是认认真真 每一个课时 都有自己的一个练习 和认识的话 那你这 在做安卓项目开发 未来在工作当中 我觉得 基本上不会遇到 图片什么难度问题 你看一下 网络图片 是不是取到了 这是不是取到了 是不是 如果说你把这图片 也保存本地 那你既然得到了 bitmap保存本地 难吗 是不是 非常简单呀 这一块 你看 这块得到bitmap 保存本地 是不是还是把这个取下就OK了 还是这样 是不是也就可以保存了 所以说呀 这个图片呀 是非常非常 你要是做了 我这些练习 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所以说最后呢 请大家就是说 多关注关注我这个 有什么问题呢 及时的在我这个 博客上留言 然后这个博客地址 你看我这个上面 既然给大家讲的 我在这上面都有一个备注 然后我把这个博客地址呢 我给大家 在这个项目代码里面 我给大家都有每一个课程都给大家写了一个博客地址 好 你没事 你就上我这个博客上给我留言也行 还有我的QQ 你给我QQ也行 QQ 就是1456001152 然后加我的时候 一定要备注是麦子学院的学生 你不然的话 我这已经没有一千人太多了 你加我都不知道是谁 还去问一下你是谁 那么比较麻烦 你直接备注 你是谁 我就知道了 直接有问题 你直接问我 我及时给你解决 好 那这一课我们就是个图片保存的 那我们这一块 我们就认识到这里 好 那么课时呢 目前我们先讲到这里 就结束了 好 谢谢大家